照颱風杜蘇瑞的影響 豪大雨對於農作物也造成了損傷 根據農委會的統計 目前損失以及累計約新臺幣 兩千六百六十三萬 其中花蓮縣佔了九成 主要受損的作物是西瓜和二旗水稻 農委會主委陳其仲 今天到花蓮勘災 並且承諾會重游認定加速補助 為了要瞭解花蓮二旗西瓜受損情況 農委會主委陳其仲二十八號中午 首先到鳳林鎮中心埔 勘查小種西瓜 該區域三天內雨量已降下超過五百毫米 兩百五十公頃的西瓜有一半受損 此外 玉里鎮專門種植大種華寶西瓜的產區 三天累積雨量約在七百到一千毫米 其中長梁就有七十公頃的西瓜 幾乎全都泡水 並且開始腐爛 損失超過千萬 花農希望政府能夠提高天然災害補助 農委會強調 只要雨量超過認定的災害性天氣 是參數 且農民有耕種事實 均可免現刊 十天內給予救助 但畢竟補助備水車薪 所以未來希望能夠推動農業收入保險 除了西瓜外 二旗水稻 火龍果 玉米等作物 還有養殖業的無鍋魚 黃金險也損失不少 根據統計 全國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 損失累計已達兩千六百六十三萬 其中花蓮縣就佔九成 並且還在增加 記者 文家凱 華聯報道